好 大家看到了这部书给年轻人啊 高龄也能很潮哦 来看到就是新竹县这18位乐龄阿公阿嬷 跟着专业绣导和模特儿来学习美姿美衣 补妆穿搭 最年长的阿嬷呢 高龄有100岁 穿着旗袍化妆走台步 自信展现音发美姿仪态 就像是个专业model 穿上旗袍还有老奶奶踩高跟鞋走台步 新竹县的祖父母节庆祝活动 培训18位高龄长者上舞台秀时尚 要比谁最吵 我们有专业的指导老师 他们是走秀的编导跟模特儿 是我们的詹云跟林轩老师 两位老师来针对我们的美姿美衣 我们的服装搭配 还有我们的专业实际走秀等等的 专业项目来协助我们的长者 那希望说透过这一次的体验 能够展现出我们长者的活力 也让我们的祖父母更多的 透过时尚的议题 也可以跟我们家庭中的 其他成员来互动 找来专业秀导和模特儿老师 交十三乡镇市 乐林学习中心的阿公阿婆 美姿美衣服装穿搭和色彩学 经过12小时培训 最后爷爷戴上绅士帽穿西装 奶奶擦指甲油 梳妆法打扮登台 其中最年轻的61岁 最年长的是100岁的彭颂银妹阿婆 自信大秀银法美姿仪态 每位长者从刚开始的害羞腼腆 蜕变成像专业model挺胸走台步 自然表情加上摆pose 全都难不倒 这个走秀有个名称叫 云林时尚我最潮 我们想是说办这样的一个时尚秀的话 让一般的热林族群的人 是一个新体验 那这样在初体验之下 然后他们觉得很新鲜 无形中也会感染到 其他没有来参加这个活动的人 那这一次呢 主要的活动会从8月5号到8月26号 来做网络的一个票选 那这次票选出来的前三名 都会有优渥的一些奖金 那另外的就是参与我们网络投票的民众 我们也有机会抽到2000元的奖金 打扮不是年轻人专有 长辈也能穿搭时尚 走在潮流尖端 8月15到8月26 要线上票选出人气最高的前三名 邀大小朋友一起投票 选出心中最潮的老宝贝 8月26日